最高检 这一次围绕着 网络黑灰产业链条整治 APP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 未成年网络保护等有关问题 专门发出了 六号检查建议 核心任务 斩断网络犯罪的黑手 只要人类的贪心和色心存在我 你这样人坏死了 他们就永远都是我们这个产业的客人 你好 手抵我手护 不需要任何资质证明 钱那么多钱 就一个晚上 我输了四点五分一 你拿这些个人信息去让他们 去自杀 去赌博 去贷款 赶紧把赌给我借了 你这是在隐形杀人你知道吗 任何时候 守法合规 就是底线 就是红线 世卫决定 由市政法委组织协调 公检法协同作战 这次无论如何 都要把这个境外毒瘤连根拔起 彻底铲除 你们会死的 我们得让你们相信我们能干出这件事 作为中国检察官 直面真相 维护司法正义 是我的原则 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 网络的法律不可被触碰底线 如果投入了法律的底线 那么法律会跟他们说话